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第九课的内容了 那第九课的内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轻松的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做过在课上做过很多练习 所以在课下留给大家的作业也不多是不是 上一节课咱们留了几个作业大家还记得吗 上次留了几个作业 对一共只留了两个作业哈 一个是跟语法的这个通り通り有关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绘画方式里边对别人提出苦情 还有クレーム就是投诉啊不满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哈 那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 先跟我来一起看一下上次我们学习的一个语法 就是通り和通り 这个什么什么通り什么什么通り的话 区别就在于直接接名词的时候 咱们要进行着话这个通就要读成通 就要给它进行着话哈 就像白板上大家看见的 那如果要是读成通り的话 就需要名词加上no 因为这时候这个通り相当于是一个名词 通这个词这个动词去掉masu的形式是一个名词 另外这个通り呢 它还可以接的是什么呢 动词的原形和他形 那接原形和他形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是按照我已经做完了已经说完了的 还是按照我正在做正在说的 还是将来将要做将要说的 如果接了动词的他形就表示 这个我的示范已经做完了 按照我刚才所示范的 按照我刚才所提出的所说明的所要求的 这时候用他形 剩下呢 现在还在示范还在说 还有接下来要示范要说 这些时候都使用原形 好 那这是上节课咱们学习的内容哈 上节课留的这个作业呢 在第九课里边出现的主要是接了名词的 何々通り这样的哈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上海からの便 然后予定 然后17時30分に到着しました 这个我们分别替换到横线就可以 不涉及任何的变形 只是涉及一个替换横线部分 所以上海からの便は 予定通り17時30分に到着しました 然后同学们把这个句子做完之后 翻译一下这个句子哈 はい じゃあ皆さん 一緒にマイク使って練習しましょう はい 大家可以上麦准备了哈 好 小泳子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第一句话 旅行中の天気は 旅行中の天気は 旅行通りよかったですね 嗯 什么意思呢 旅行的时候 天気就像预报说得那么好 嗯 是的 非常好 这个什么什么通り 可以向小泳子同学翻译的 就像预报的那么好 我们说这个完全一样 完全一致 原封不动按照有这样的含义哈 嗯 跟预报的一样一样的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好 那第二个请杨同学 どうぞ はい 息子の出色は旅行通り 好 那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儿子的职业就像期望的那样决定了去贸易公司 嗯 是的 是的 那这里很好哈 这个养农学大致的含义翻译的没有问题哈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 息子是誰の息子ですか 嗯 我的 嗯 是的 我儿子是不是 那如果说别人的儿子 令郎 应该怎么说呢 我息子 嗯 不对 这个词咱们还真就不是在前面讲 哦 再想一想 息子さん 息子さん 是的 息子さん哈 别人的儿子说息子さん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这里就是说 呃 大义指的就是我儿子找工作 他找到了什么呢 按他所想的一样 按他所期待的一样 找到了在商社工作的工作 呃 在商社的工作哈 那这里 所者に決まりました 大家要注意的是 決まりました 用到的是一个自动词 为什么用自动词呢 因为这个事儿吧 你在哪工作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的算的 还得看人家公司要不要你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得用客观的自动词来描述 定下 这个事儿可以定下来了 工作定下来了 那呃 定在定下来到什么地方呢 可以用你这个注词哈 はい 那第三个句子 请刘家同学 どうぞ はい A社との契約は 他長の指示通り 嗯 結びました 嗯 什么意思呢 嗯 和A公司的合同 按照科长的指示 嗯 结合了 嗯 那最后这个 結びました 是什么词呢 动词 嗯 是动词哈 它是什么词的 什么变形呢 嗯 結びる 嗯 結びる 違いますね 不是 这个 这个动词的原型是 musibu 那变道哀断了 应该是可能动词 嗯 是的 在这里是musibu这个动词的可能态 也就是可能动词 是的 那应该说 和谁是谁签合同 这个签合同是 けいやくを musibu 现在变成了可能动词的话 けいやくが musibu 能够签上这个合同了 嗯 这是一个可能动词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非常好 按照科长的指示 能跟A公司签约了哈 嗯 好 那这是上街和留下的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就是大家这个对话形式的一个作业哈 一共是让大家替换三个例题 替换出十个空哈 十个空横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例题吧 第一个例题是这样给的说 荷物が出てこない 行李不出来 这是咱们课文当中出现的情景 是不是 AB这两个人的对话是 あの 荷物が出てこないんですけど え そうですか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嗯 那这里出现 あの和这个 え そうですか 我们在课上已经说过 大家应该读什么语气 是不是 应该读出什么语气来 那这里呢 主要是把横线这个地方 替换成简体的句子 加上 んですけど んですが 一个 那个铺垫 渲染 乘上 乞下 作用的这个句型 那这个练习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难度系数 不是语法练习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语气语调 读出感觉来 哈 好 那我们分别 那我们分别替换成一二三四 这四个句子放到横线上 然后两个同学一组来替换 练习一下第一组 例子哈 嗯 这个呢 因为回答的同学是不需要替换的 所以咱们这样就是一个同学 呃 压着另一个同学这样做 就像我们说的一二 然后二三 然后三四 这样来做哈 首先第一组是做好自己同学来读假 然后李肖磊同学来读乙 那做好自己同学来读的 这个 票没有出来 嗯 是的 可能是投币了 但是票不出来哈 那次第二组是李肖磊同学来读假 然后杨同学来读乙 李肖磊同学你读这个句子 李肖磊同学是什么意思呢 嗯 是的 可能我们在中国的话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 当然日本也会有这种情况 大家学会这么说 我点的菜怎么还不来呀 好 那第三组由杨同学来读假 然后由刘家同学来读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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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杨同学来读乙 这个杨同学这个族呢读成 是哪个字啊 对 有同学说 钓鱼的钓 钓鱼的钓 是 对 对 那这个 写成钓鱼的钓鱼的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个O 它指的就是钓鱼的意思 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啊 我的兴趣爱好是钓鱼 但是如果加上一个O就是什么呢 光翻译成零钱 还有点不够 因为呢 它指的不是光是散碎的钱哈 而是指什么呀 找回来的钱 O 字笛是指找回来的钱 比如200元 200元的东西你给它1000日元 它找你800日元 找回来的这个800日元叫做O 字笛 所以这是找回来的钱 不一定是小额的哈 好 那这个O 字笛が足りないんですけど 那这是什么背景 什么场景呢 刚才我们说不是找钱吗 所以可能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对方找给你的钱不够 你说哎 你找我这钱不够啊 哎 好 那有同学问说 小钱指的是什么呀 小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 就是零钱的意思 零碎的钱 嗯 五元 五日元 十日元这样的哈 但是我字笛是指找回来的钱 稍微有点区别 那下一个第四组 请刘家同学来读假 然后BBlove同学来读乙 哎 どうぞ 二つ買ったのに一つしか入っていないんですけど そうですか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嗯 好 那二つ買ったのに一つしか入っていないんですけど 刘家同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嗯 嗯 那个买了两个 嗯 嗯 仅仅有一个 嗯 进来了 进哪去了 刚那个我们在上节课的课文当中出现了说这个 はいっている はいっていない 这个说不光是一定像小猫小狗进来了 虫子进来了 不一定 它还可以是从客观角度里描述说 装着什么什么 还记得吗 我说 那个旧版的标志里边课文说 啊 我要记一下这个包裹 然后服务员说的 啊 那个这里边装着什么呀 嗯 装着什么什么东西 是 可以表示这里边装着什么东西 那这回刘家同学再来翻译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买了两个 嗯 仅仅装了一个 对 所以可能是我买两个 然后我你你那个那个放到口袋里递给我之后 你看哎 怎么就放了一个就装着一个呀 嗯 就少了一个的意思哈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哈 当你刚刚发现问题 向对方提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あの 什么什么 嗯 ですけど 向他提出你的这个疑问 怎么是这样呢 嗯 那例二是怎么说的呢 例二是 给了一个时间是六个字半 然后假以的对话做成 做成什么呢 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もう六个字半ですよ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那 这时候我们要替换的只是一个时间这个名词 但是也是一样哈 替换很简单 可是要读出这种不满的语气来 这就比刚才立一的情况要严重一些 这语气语调要严重一些了哈 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这样的追问对方 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啊 然后已经都这个时间了 然后对方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正在查呢 好 注意语调语气哈 那PP Lab同学 请你来替换一下第五个 然后读一下假 阿语同学来读语 はい どうぞ 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もう 关心你 咱们替换一下 咱们替换一下 えーと 替换一下第六组哈 嗯 調べております 这个 那个 怎么说 呃 ちゃんと用你的那个嗓子 这个原因发出来 嗯 而不是 調べております 这个 嗯 读成 这样出来的话 会显得语气更加的新鲜子一点 更加的热情一点哈 小泳子同学试着读一下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嗯 是的是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嗯 大家呢 也是一样哈 可能是以前多少学过英语 所以这个 サシスセソ 尤其是这个 四结束的时候 です ます 经常会这么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 です ます 听起来不好听 ちゃんと 把那个 原音 母音 发出来 ます です 这样的话 就更加的自然一些哈 はい 那次 下一组 下一组 请小泳子同学 来替换第七组读 假 然后零八同学来读语哈 はい どうぞ いつ待って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もう月末ですよ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同学可能记住了哈 这个ス 要用这个原音发出来 那 在 怎么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这么提醒过大家了哈 所以大家有一点 那个过度意识这一点 所以这个ス 可能读的有点重 慢慢慢慢就好了 尽量不要太强化它 弱一点 嗯 那 但是还是用原音发 可是不要过分强调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这个ス 而不是 今調べております 有点太强了哈 嗯 不过这个慢慢练习就好了 这不涉及语法的问题 就是好听不好听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第二组咱们也练习完了 这例二就是什么呀 刚才说的 哦 语气稍微强烈一点了 有点不满意了哈 然后第三个例子 例三也是一样 仍然使用了这个 いつまでまでばいいんですか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然后呢 把这个后半部分 不是已经什么时候了 换成这个 んですよ 做一个 对自己现状 这个情况的解释说明 也就是说 我都这样了 你还 你还不快点吗 这种感觉哈 那例题给的是 先週注文した 嗯 变成了 いつまでまでばいいんですか 先週注文したんですよ 我可是上周就定了よ 然后对方回答 啊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今 確かめます はい 那咱们来替换一下 第八组哈 首先由 林巴同学来读假 然后刘家同学来读语 はい どうぞ いつまでまでばいいんですか 先週注文したんですよ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今 確かめます 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大家都有改善哈 看起来我说的话 大家都听到心里去了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 这里提到的是 先週 就是上上个月 呗哈 那第九组 由刘家同学来读假 然后做好自己同学来读语 はい どうぞ 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10日前にお金を払ったんですよ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今 確かめます 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这里出现这个 10日前にお金を払ったんですよ 刘家同学 你说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10天之前 就给你支付了 钱 对支付了 钱 还能付什么呢 肯定是付钱哈 对 我10天前就付款了 这特别性 像咱们淘宝里边的对话哈 我10天前就付款了 你怎么还不发货呀 这样的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最后的第10组 由做好自己同学来读假 然后李小蕾同学来读语 はい どうぞ 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嗯 先生しゅう申し訳だんですよ 嗯 はい はい 这个 先生しゅう申し訳だんです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做好自己 上周就 上上周就申请了 嗯 对 这申请的意思是 上上周就申请了哟 嗯 好 然后 这个练习咱们就做完了 哈 大家做的都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留下的这个作业哈 大家做的都不错 接着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九课的后半程 第九课的这个后半部分呢 也是挺简单 大家会看到这种文章题哈 就是又有表格 然后又有简单的说明 所以呢 这个简单的说明也不是特别的长的文章 是不是 这这其实是让大家熟悉一种什么呢 熟悉一种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的文体 就看一些表格图表或者是宣传广告等等 这些叫做信息检索问题 信息检索就是通常我们做信息检索类的阅读题的时候 不需要通篇来阅读文章 只需要先读问题 然后去文章里边 那你能看懂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一种广告 还是一个优惠券 还是一个怎么说宣传单 还是招募的 看懂它是什么问题 然后根据要问的问题区里边 找到你想要的那个信息就行 不需要通篇来读 那这节课的这个文章呢 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信息检索 但是至少它出现这个表格了 那同学们可以熟悉一下这个问题哈 好 那首先还是咱们从单词入手 单词这里边呢 大家现在这个页面上看到的是 我们单词表三 单词表四当中 需要大家掌握的单词哈 那这节课当中 没有出现新出的重点大型的语法内容 没有新的语法内容 只有一些小的细节部分 会在课文当中给大家介绍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首先Tango list 3 第三个单词表 那在我们教科书的189ページ 第189页是单词表三 这里第一个单词就是 日本航空 一提到这个日本航空的话 首先我给大家写一个单词 就是这个空港 空港和航空 大家千万别弄混了 就连我有的时候也会混哈 那个空港是空港 就是机场的意思 空港是航空 所以你只要记住这个空呢 是读成空 就能够记住哪个是航空 哪个是空港了 想想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的空是读成空 所以就能记住了 航空就是航空 空港就是机场 好 首先这两个单词别弄混 那第二个介绍一下这个 日本航空 日本航空就是JAL JAL就是JAL LINE吗 LINE 是LINE 我没记错 对 日本航空的这个缩写JAL JAL呢 以前算是 算是咱们 相当于咱们中国国企吧 算是国企 但是黄了一次 然后重组 重组改革什么的 反正乱七八糟 所以JAL的那个 怎么说 那个盈役 不能说盈役 就是他的现在的这个状态 不如这个ANA ANA是全日空 叫做全日空 全日空 全日空的全称是 全日本空 全日本什么鱼 航空公司 最近改名了 最近改名了 然后也可以叫他ANA 然后也可以叫他ANA 这么叫也行 就全日本富鱼 鱼好像什么鱼航空了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我就有点忘了 这两个航空公司 确实是 那个ANA经营的比较好 经营状态 而JAL呢 就是涉及到重组改革 然后黄铺 然后又被收购等等 这一类的 好 那这是两个航空公司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下一个要说的单词 是什么呢 就是观光 我们这节课出现了 Kanko观光 跟他相关的单词有 Kanko客 Kankoji Kanko産業 观光产业 就我们说 那个旅游业 它相当于 汉语所说的旅游 旅游地 旅游游客 还有旅游业 那想到这个旅游 我们就想到另一个单词 另一个也是 这节课出现的 Kengaku Kengaku是 更类似于什么呢 学习 它更倾向于学习 因为有学这个字嘛 参观学习 所以如果说什么 什么什么工厂 什么什么公司 你可以说 Kengaku 参观学习 那跟这个建学有关的 另一个单词 叫建物 Kenguts 如果说 Kenguts 这个发音的话 Kenguts 是什么呢 它也是一种旅游 但是这旅游吧 没有那么大气 Kanko 观光是比较大型大气的 比如海外旅行啊 还有就是 我们一般意义上 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这种 就是不管是跟团 还是自由行 这种旅游 而Kenguts 更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 Oteta no Kenguts 游览 游览一下寺庙啊 神社等等 还有像东北话说 卖个单什么的 就是 Kaji Kaji Kenguts 也有 Kaji 火灾 Kaji Kenguts 去卖到看看 别人家着火 看火灾 也用Kenguts 这个词哈 所以说 它不是特别的大气的 这种旅游 那另外呢 这个贱物 这单词 汉字仍然这么写 但是读音 如果变成 Mimono的话 Mimono desu Mimono da 它就变成了 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 意思是 值得看的 值得看的 嗯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事 什么什么人 什么什么 电影电视剧等等 是有价值 值得看的 Mimono 好 所以这个单词 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Kenguts 一个是Mimono 哈 好 下一个要说的是 Yokojitsu Yokojitsu很明显 是一个比较书面 和正式场合用的语 语言 用的单词 其实日常口语生活当中 我们更习惯说的是 次の日 或者说 その次の日 如果你讲的是 一个过去的事 你说 第一天 发生什么什么事 然后第二天 他又来 嗯 那天谁谁来找我哈 跟我借钱 我不借他 然后结果第二天 他又来 这时候的第二天 你可以说 その次の日 就是那一天之后的那天 嗯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 我们也可以单独直接说 次の日 下一天 嗯 Next day 下一天的意思哈 Yokojitsu是书面语 另外 下一个是 入国 入国是入国 就是我们说入境哈 比如说 入国許可 入国 入国许可 入国手续 手续哈 那这个单词呢 密子入国 密子是秘密保密 是不是 密子入国就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偷渡 偷渡 密子入国 挺好听的 这词哈 但是这个偷渡指的 既然是入国的话 它指的是偷渡入境 那偷渡出境 有没有呢 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身上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什么 通缉呀 犯罪呀等等哈 一般偷渡出境的国家 不太愿意 你不能说不愿意哈 但不太重视吧 反正你从我这儿出就不管 但你进我这儿来 我得管是不是 所以密子入国 这是偷渡入国 偷渡入国 偷渡出国是这个单词 叫密航 密航 密航 密航指的是什么呢 对 有一些罪名在身上啊 或者被通缉呀等等 这些哈 逃国啊 逃跑了 这个意思 它是偷渡出国的意思哈 密航 密子入国 这两个词是反义词 下一个涉及到入国的这个哈 密航空管理局 就我们汉语说入境 出入境管理处 就入管呗哈 简称密航入管 这单词经常被作为绕口令 密航空管理局 经常做绕口令来练习哈 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绕口令 没事练一点 下一个要说的是福安这个单词哈 福安这节课给我们的词性是名词 但实际上它也有另外的词性 所以我给大家了这两个短语 一个是福安那気持 一个是福安に思う 所以福安还有二类形容词 二类形容词也叫形容动词 这种词性 所以修饰名词可以用福安那 和福安に来修饰动词 可是它的反义词这个安心 安心是既有名词 也有二类形容词 它甚至也有动词 可以说安心する 安心できる 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三类动词 但是福安却不能作为动词 这一点是不一样 要记住这一点哈 那下一个是 默默这个词 默默是很明显 字面的含义沉默是吧 那所以 ダマレ这个词就是把它变成了命令型 词尾变到A段就是命令型 ダマレ うるさい ダマレ 就是你太吵了 闭嘴 shut up 这个意思 那这里这个小短语说 ナクコモダマレ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想 如果一个就是哭的孩子 不管他是正在哭还是爱哭 反正就哭的孩子都闭嘴都沉默不哭了 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当然他可以表示 小儿小儿夜哭正 不是这个意思 他可以表示的就是太可怕 以至于太吓人太可怕 孩子可能哭着 太惊讶了也不哭了这样的 他可以表示可怕 当然他也可以表示很厉害 すごい 很厉害 厉害到让人都惊讶那种程度的 所以这个小短语小俗语经常用的是 比如说 让哭的孩子都不哭的这样的律师 就是很厉害的这个意思 有厉害 很强 很牛 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 好 然后那下一个要说的是 君 君呢 他有很多种搭配 比如说 君班 君班 顺序 君就 也是顺序 这两个词呢 几乎差不多 但是君就是跟汉语一样 它是一个汉字词的这个顺序 君班呢 是排号的按顺序的顺序 然后 室君也可以说 柯基君都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写字 写汉字的时候 那个笔顺 我们汉语说笔顺 第一笔写什么 第二笔写什么 第三笔写什么 那同学们有没有了解过 知不知道就是日语的汉字跟汉语的汉字 有很多字笔顺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例子 如果是 田中的田 在咱们汉语当中肯定是这样写的 先写一竖 然后横折 第三笔写什么呢 第三笔写的是横 对不对 第四笔才写竖 可是日语的这个汉字的笔顺是 第三笔要写竖 第四笔再写横 所以同样的 姓王的这个王也是不一样 出现在这一笔上 我们的第二笔写横 它的第二笔写竖 还有这个正确的正 跟这个都很相似的 另外像那个必然的必 笔顺也是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的字呢 这笔顺跟咱们汉语是不一样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那个自己查一查 曾经有这样的电视节目 就是考各种艺人 他们给他们出一些汉字 然后让他们按照顺序来写 第一笔是什么 第二笔是什么 然后最后淘汰赛 看谁是最终胜利 写的是最对的 好 这是一字军 还有柿军 那这个军呢 再给大家追加一个说法 就是 这样的 就是按顺序的意思 请你按顺序来说 按顺序来做 按顺序什么什么 好 下一个单词是 这个词 是一个自动词 按理来说 自动词就自动词 没什么特别需要说明的 但是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个句子了吗 说 如果这句话 按咱们汉语来翻译的话 可能会翻译成什么呢 房子 被雪给埋住了 对不对 可是大家会发现 这句话里边并没有使用被动态 这就出现了 以前咱们说过 外语之间互相翻译的时候 出现的一种现象 就是两个圈 一个圈是汉语 一个圈是日语 它们俩之间有什么呢 有互通的地方 但是也有互不能代替的地方 我这个版书 今天这个YY可能有点慢 这边总是觉得有点卡 这样的 如果说这是日语 这是汉语 那你会发现 它们中间有 有这种重复的地方 可是有的部分是日语 这么说 但是汉语不这么说 有的地方是汉语这么说 但日语不这么说 以前咱们说过 汉语里边 在上海召开 那个万博 世博会议 这时候不需要使用被动态 可是日语要使用被动态 才严谨 是不是 但这句话里边 房子被雪给埋住了 汉语里要用被 可是日语里 反而不用被了 所以这就是这种差异 所以不能说 所有的被字句 都是通用 都是互相能够 完全覆盖和代替的 不是这个意思 那 umaru只是一个点 一个单词而已 日语当中 确实有这么一系列词 就是自动词 和他动词相对应 那么自动词 有一种被动的感觉 自动词 有一种被动的感觉 在里面 大家并不陌生 比如刚才出现的 决定这个词 kimaru是自动词 kimaru是他动词 kimaru就很自然的用就行了 人决定了什么事 dare dare wa nani nani o kimaru 这是他动词 可是自动词的时候 这个事要做主语 用ga 然后kimaru 我们汉语是不是会翻译成 这件事被定下来 是吧 那被定下来 这个被是在哪来的呢 不是被动态 而是这个自动词本身有这种差异 有这种语调 有这种语意在里面 所以umaru也是一个 umaru虽然是自动词 没有变成被动 但是它本身就是有这种被动的含义 所以更自然的用法 大家不需要考虑 umera dare du 就是把他动词变被动态 不需要 直接用自动词就行了 ie ga yuki ni umaru 所以记住这个词 好 下一个是sumi 那sumi是角落的意思 就鸡脚杆栏的意思 那一个短语就是 sumi kara sumiまで sagasu 从角落找到角落 就是鸡脚杆栏都翻遍了 这个意思 那下一个要给大家解释的是哪个词呢 就是aitsu jiru aitsu jiru和在后边单词表4当中出现的aitsu jiru 这两个词放到一起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 aitsu jiru 如果是jiru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古文残留 那么aitsu jiru是不是就是现代日语呢 可以说它是现代日语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现代 这两个词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很少直接用来结束一句话 说aitsu jimasu aitsu jinai 不会有这样结束句子的变形 这种活用非常的少 虽然这个词本身可以有活用变形 但是非常少用 现代日语当中都是习惯于 用这个词或者这个词造成的短语 直接来修饰后边的名词 比如 aitsu jiru kankai aitsu jiru naka aitsu jiru futari aitsu jiru toku chou 就是互通 就是咱们说心有灵犀吧 kimochi不是心意吗 心意相通的关系 心意相通的两个人 就是心有灵犀的两个人呗 这个意思 那相通的特征也是 那个彼此相一致的特征 这个意思 就这两个词呢 做定语的时候 修饰名词非常的多 对 就像建博同学说的 对 就是用于连体修饰用的 而用它直接来结束句子 进行变形 masmasennai等等 少见 没有 大家可以不用考虑了 咱们不是语言学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查 这个词当然有它的 那一型啊 就未然型啊 连用型 比如这个aitsu jiru的话 它的未然型 可以说aitsu jiru 或者是zas 这样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未然型 还有这个aitsu ji 是它的连用型 可以接masi 有它的变形 但是很少用 这属于古文 除非你研究日语的古文 不然的话 用不上 用不上 记住它就直接连体修饰 修饰名词的时候 用的多哈 好 那这是单词表3 接着看看单词表4 单词表4呢 好像看起来单词的量 挺多是不是 但实际再仔细一看啊 这个你生你太词比较多 剩下的名词啊 动词含义都非常简单 所以多数都是看图就能明白的哈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嗯 关于这个名词 wata wata是棉花的意思 它可以写这个角丝旁的这个棉 也可以写木字旁的棉 这两个字都行 都可以 都读成wata 就我们说的棉花 那么wata gashi 就是棉花糖 就右边这个小姑娘正在吃的哈 棉花糖 但是在汉语里边的棉花糖 其实有两种对不对 还有左边这种 这种 就不是现场用那个砂糖来做的 而是用什么呀 就各种合成哈 就口袋里面装好的这个 这个叫mashumaro mashumaro 嗯 这是欧美那边来的哈 这种棉花糖叫mashumaro 然后这种呢 现场来做的这个叫wata gashi 棉花糖 不一样哈 另外也出现了sensi 这节课出现了sensi的话 汉字如果写就是扇子 但是这个词呢 其实不太写汉字 不太写汉字 写假名就够了sensi 它指的是这种折扇 大家看到的图片一样哈 而另一个 ujiwa也是扇子 如果写汉字是团扇 团扇的话 指的是右边这个图片 大家看到的 团扇哈 那sensi 如果是指左边这个sensi的话 用不用写片假名呢 不需要 大家记住 不需要写片假名 表示擅自的时候 写平假名的sensi就行 如果是片假名的话 就是刚才咱们课前看的那个 那个电视节目里面出现的sensi 对品味感觉 他们说 shifuku no sense shifuku sensei dasai 你自己衣服的那个品味比较低哈 很土 或者我们也经常说 这人有学语言的天赋 语感很好 语感好也可以说sensi 品味好与感好 好 那这个sensi的话 写评假名就足够了 下一个是konomu这个动词 konomu这个动词啊 写的是好这个汉字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以前曾经这么说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说好这个字 在日语里不读成好 读成好 真正的好呢 汉语的古文也是一样 写成良和吉 对吧 良成吉日 这是好的意思 写成这个字 一女一子的话是好 夜宫好龙的好 日语呢 是沿袭中国古文来的 所以这个含义跟古文很相似 既然叫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喜欢 爱 嗯 这个意思 爱这口 就好这口 这样的哈 那这个 那这个 okonomiyaki是大阪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食物啊 okonomiyaki okonomiyaki既然叫好这个什么说好烧啊 正常发现好烧 那意思就是说你喜好什么 你爱哪一口 你好哪一口 你什么都可以放里边 放里边煎 用铁板 用铁板哈 煎什么都行 现在是一般用cabets 就是卷心菜 还有那个虾或者是肉或者鱿鱼等等哈 嗯 混在一起跟山药泥 还有那个鸡蛋和面粉一起搅成糊 然后加上这些菜一起摊 然后上面会撒上这个katsuobushi 就是叫嗯 煎鱼片 煎鱼片 我们这边可能叫做木鱼花哈 然后还有那个青海苔 这一类的 那可是传统来说 既然叫お好み焼き 应该是你喜欢什么 你就往里边加什么 嗯 对 杂样呢哈 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加 谁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お好み焼き 嗯 そうですね 食べ物 食べることが大好きです 我最喜欢研究吃的东西哈 所以一提到吃这个话就 源源不绝就断不了了哈 好 那这个是 お好み焼き 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紙袋 这个袋是口袋的意思 那前面加一个纸呢 它也设计了一种浊化 这种一个单词和另一个单词合到一起 后面单词有浊化现象的 我们已经学过不少了 有什么 箱 记得吗 箱是盒子箱子 但是 都是 都是读成了 那还有一个词 那还有一个词 写成棚 就是架子的意思 可是这个 放到别的词后边 比如 本棚的 嗯 对吧 就变成了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袋 袋是袋子 口袋 那 就出现了这个浊化哈 就是什么 纸袋的意思 除了纸袋之外 购物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还是 ビニール袋 ビニール袋是 ビニール是塑料 哪种塑料 能能能 用作塑料袋的塑料 肯定是软质的那种 大家没看过硬的塑料袋是吧 所以 ビニール袋 这个ビニール指的是软质的塑料哈 还有 ゴミ袋 ゴミ袋是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吧 嗯 可以指什么呢 就是同学们在中国的超市也会发现 就那种黑色的是吧 就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的黑色的那种塑料袋哈 当然 日本还有一种塑料袋是分地区 大家知道日本的垃圾分类是比较完善的哈 而且 每个地区每个地区不一样 要看你住的这个小区和地区 它的垃圾是怎么收 怎么分类 怎么回收 那有的地区化分的太详细 嗯 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怜 就比如那个大家的pin 你的笔 写完了之后要扔的话 硬塑料的塑料和那个笔尖的那个尖是金属的吧 都要分开来扔 细到这种程度 让人觉得真头疼 还有那个吃喝的那个吃的那个酸奶 酸奶的盒子 酸奶的盒子上面不是软塑料要撕开吗 然后再吃是吧 可是下边的盒子是硬塑料 一个是plastic 一个是bin 所以这两个也要分开扔 所以这么细致的地方也有 可是有的地方就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粗质大业的哈 可以就嗯 怎么说不用那么细致 那所以有的地方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细致 那他这个gomi bukudo是专门的 怎么个专门法 你要去花钱买的 gomi bukudo要不是去超市随便买就行了 这个就相当于你买塑料袋的时候付的那个钱 其实那个价钱是处理这么一袋垃圾所需要的成本 不是垃圾袋的成本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买的那个国民不顾的那个价钱 不是这个袋这个塑料的成本 而是你扔完了之后 人家要处理这一袋垃圾所需要的成本 嗯 所以价格要肯定比塑料袋要贵一些 还有比如大家扔大型垃圾的时候 有的地方是需要什么 就是去买那个贴 那个seed 你去买贴 你得先问好 我要扔一个电视需要多少钱 然后可能是人家就咨询的人 告诉你需要那个二百五十日元 这样的话你就去专门的地方买一个二百五十日元的那个贴 然后贴在电视上才能把它在大型垃圾收回收日放到那个垃圾垃圾厂 要不然没有贴的话 就算你放那那个收垃圾的人不收 是 所以有的人觉得我既然要花钱扔垃圾 我不如就是放在门口 然后贴张纸 谁愿要谁拿走吧 你就可以捡回去 所以大家可能听过日本的留学生经常捡垃圾 所以所谓的捡垃圾不是说 就是像我们看到那种流浪汉的捡垃圾 就是这些可能是还还能用 就是旧了 但是人家更新换代了 放在门口随便拿吧 这样的 所以提到这个国民不过都是需要花钱买的这点 我就那个联想到垃圾了 好 那还有一个叫做帖不过的 帖不过的这个词是浑水摸鱼的 帖不过都是什么意思了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已经好几次迷惑过大家 是不是 帖不过都是手套的意思 手套的意思 那这些都是福都的浊化 不 下一个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在我们这节课出现了 是上衣的意思 但是 我还是给大家纠正一下 这个比起上衣这种说法 它更大的前提是外衣 外衣里边的上衣 明白吗 首先它得是个外衣 比如 你说我们穿在里边的那个内衣的上装 不行 或者是上面穿的那个毛衣 不行 它必须得是外衣 这个上和下 以前我给大家说过 它指的是 离自己的皮肤越远的那一层是上 离自己的皮肤越近的那层是下 所以 鞋叫做靴 袜子叫靴 靴 意思就是什么 比起鞋 更贴近你皮肤的那一层 就叫靴 靴 就用了下这个下 所以下着 下着 是越贴近皮肤 就紧贴皮肤的那一层衣服 叫下着 然后 那上衣就是什么 就是 大衣 外套 夹克 或者是 四字里边的上衣 四字里边的上衣 四字是西装 对不对 但西装不也分上下吗 所以西装里边的那个上衣 所以我说了 就算它指上衣 它的前提必须得是外套 不能说穿在里边的那个砍尖 或者毛衣什么的 就不行 所以上衣和下衣 大家分清楚这个上下 好 那第九课的这个单词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第九课的这个 那今天呢 这个班主任老师 拜托我给大家 就是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什么呢 就是 学校 我们网校推出这个语法库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尽量的多使用这个语法库 那同学们可以在那个网校的网站里边 有这一项 就是点到语法库 网页这个地方输入你想搜索的语法 然后呢 就可以出现很多的解释和例句 那这个语法库确实是 耗费了我们网校老师很多的心血 是将很多本书综合到一起的 所以不是只有一本语法书 是很多本书综合起来的 所以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搜索 搜索引擎 所以比起大家自己去查那个 怎么说查那个书和资料要好得多 然后 语法库呢也推出了这个APP 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平板电脑啊 或者是手机 智能手机来下载使用 这个也是没有网络的地方也可以用 所以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直接刷一下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语法库 嗯 直接刷一下右边这个二维码的话就可以 然后呢 把它安装了之后 就可以 就是像普通的搜索引擎来使用就行了 分成N1到N5这样的级别哈 真的语法项目非常的多 嗯 都不是有 先刷这个 这个二维码之后 会可能会显示的是链接 然后在那下载就行 好 回到这一页上 刚才在单词表四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你生你太词 是不是 再结合上单词表三的这个内容 我们先把这个你生你太词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哈 然后因为和本课的这个课文理解的内容没有直接特别多的关系 对 你生你太词呢 我也很头疼 可能作为那个外国人的话 你生你太词都很头疼 因为日语当中用这种词的特别多 真的太多了 而且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用严格的规律来总结出来 只能大家看到例句 看到例子 有人这么用了 然后学习一个 看到一个学习一个就行了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感觉和用那个文字来描述出来 其他的规律是什么哈 只能大概描述一个方向一个特一个特征 然后你去自己摸索去 嗯 好 那这里我们这节课出现的第一个是 Niko Niko这个笑咪咪 是不是 然后除了Niko Niko之外呢 也出现了一个 Nikori Nikori 嗯 在单词表三当中出现了Niko Niko和Nikori 它俩有没有区别呢 其实Nikori是由Nikori来的 但是区别就在于Nikori指的是 笑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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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又有点不一样, 风雨哇里的话, 你可以用来形容比如什么呢, 比如山药或者是土豆, 炖煮了很久很软哈, 吃到嘴里一下就化了, 或者蛋糕巧克力什么的这个, 这种一吃到嘴里就化了的感觉, 这个软可以说风雨哇里, 但是比如说云彩棉花糖这种轻飘飘能飘起来的感觉是, 风雨哇,风雨哇, 还有像绒毛啊什么这一类的, 所以富啊富啊和风哇里也稍微有点感觉, 虽然它们都有软乎乎这个意思哈, 但是稍微还有点区别, 一个是指的是蓬松, 一个是指的是能飘起来轻飘飘的感觉, 那下一个这个グズグズ, グズグズ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哈, 就是磨磨蹭蹭, 磨磨蹭蹭, 或者有的时候不是磨磨蹭蹭哈, 就是可能对方有难言之语之隐, 你让他你快点痛快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什么事啊, 对方嗯呃那个呃这样的话, 这也叫グズグズ, 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哈, 这样也叫グズグズ, 再不然就是孩子, 孩子不愿意出门的时候啊, 可能父母告诉你快穿衣服, 穿了半天也也穿不完这衣服哈,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嗯, 那下一个依大依大依大, 依大依大是什么心情呢, 用文字来描述吧, 我也有的时候描述不好, 不是有的时候, 就基本上描述不好, 这只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你们来体会这种心情, 因为在各地的方言当中也不一样嘛哈, 比如说穿针引线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那个自己缝东西, 然后穿那个线, 往这里边穿线的时候哈, 怎么弄也进不去, 怎么弄也进不去, 弄了半天, 然后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心情突然就感觉火了, 嗯, 就是这样的, 你说是有人惹你了吗, 也不一定, 当你怎么做也做不好, 怎么做也做不好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叫一大一大, 一大一大, 不顺着你的意义和期待, 嗯, 这样的时候也有, 对, 瞬间火的, 还是这样, 再比如你跟那个怎么说, 跟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 不是有句话说, 不怕神一样的队友, 只怕,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嘛, 嗯, 所以跟这样的队友玩游戏的时候, 可能玩玩都, 啊, 就是不行了, 感觉就像拳头就转起来了这样, 这也是一大一大, 一大一大, 所以说一大一大不能说那是怒る, 可能说是怒る寸前吧, 就是生气之前, 他还不算是生气, 但是烦躁不安这样的心情, 烦躁, 心里有火这样的感情, 这是一大一大, 可能是辅导弟弟学习, 辅导孩子学习, 讲了好几遍他也还是错错, 这样的时候就会有一大一大的心情, 那下一个是WakWak, WakWak是什么呢, 兴奋, 比如说小的时候第二天要开运动会, 或者远足交游, 前一天晚上睡不好觉的心情, 就是WakWak, 那再下一个ドキドキ ドキドキ呢可以说就是心蹦蹦跳 这个心蹦蹦跳有紧张的原因 也有什么呢 比如你看那个怎么说 这样说吧 可能是一直坐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平常你们俩聊的挺来的哈 然后那一天2月14号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男同事捧了一束花进来 朝着你这个方向走过来了 这时候你的心就开始蹦蹦蹦蹦跳 是不是才要向我表白呀 这样的时候这个也可以说ドキドキ 所以就是心蹦蹦跳 既可以由于紧张 也可以由于兴奋 也可以 那这个ドキド ドキド是冷不防那个吓一跳 或者是一惊讶这样的感觉 就是心一紧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当然这心紧一下吓一跳 它肯定不是说像刚才那种 高兴的时候也可以用的这个 所以虽然它是和 相关的 但是 就是紧一下 不是紧两下这样的 那 在下一个之后 是什么呢 就是 这样的心情 明白吗 这个 放心了 对 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所以 关于这些 你生 你太词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既然它叫做你生和你太 那么你不如就不要记它的汉语的翻译 或者它的汉语的那个解释 而是就记一个场景 一个表情 因为它就是用来模拟这个场景 模拟这个表情 模拟这个声音的 那你不如就直接记住那种感觉就行了 好 那既然这个你生 你太词 真的是只能凭大家积累 光用文字说明不太容易能够掌握 而且还都是什么 ABAB或者AABB这样的形式的 所以容易混淆 那其实也有你生 你太词的手册或者是词典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准备一本 自己没事看一看 练一点 那下面咱们就趁热打铁 直接来做一下 咱们说后跟你生 你太词有关的练习题 首先看看这个页面上出现 这个练习题 这练习题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出现了这个例题的 ニコニコ 要做的是 花子さんは可愛いね いつもニコニコしている 这里大家会发现 你生你太词绝大多数 可以用する或者是 とする这样的方式 する或者是とする 那个と呢 不是所有的都能加 但是也可以不加 所以你只要记住する就可以了 可以使用你生你太词 加上する 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一种动词了 为什么要加这个する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场景 需要进行变形 不管是进行时啊 是过去时啊 是将来时 是否定啊等等 需要用变形的时候 你生你太词自己不能变呢 就得加上一个する 那所以这里 いつも是总是 既然总是的话 咱们加一个 している就更合适 总是笑眯眯的 花子真可爱 总是笑眯眯的 那接着大家就可以 看按照下边 一二三四 这个四个图的表情 和下边给出的 这个你生你太词 然后按照这一二三四的 这个句子添进来 并且呢 解释一下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结合这种背景 和这个例句的语感 和背景 然后大家就能够理解出来啊 这个 这个你生你太词的 感觉是什么了 那这个 如果同学们 看不见白板的话 这是我们教科书的 194ページ 194 194页当中的 第二个练习题 看看教科书 也是可以的哈 大家一起上麦 用麦克风来回来 回答一下哈 好 小生生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 第一组 はい どうぞ 这个图已经给我们 应该用什么 你生你太词了 是的 是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练习题 还没有那么难度 没有让大家自己选 而是看这个表情 下面已经给我们 这个词了 是不是 很好 什么意思呢 小生生同学 因为朋友 朋友的话 在约定的时间 还没有到 心里就特别的担心 担心 担心 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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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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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心情呢 就是 怎么还不来呢 然后两分钟 看一次表 怎么还不来呢 再看看表 这样的心情 一大一大 你看他的表情 皱着眉头 歪着嘴着 这样的心情 小生生 小生生同学做得很好 第二组 那PB Lab同学 来做一下第二组 明天的演奏会 明天的演奏会 当然 也有可能是兴奋 是等待已久的 但是更多的还是紧张吧 你看他的脸 这个地方有这样的 所以 我明天要上台演出了 怎么办呢 而且前面说到了 心配 由于担心 而ドキドキ 更应该 更说的 怎么说 更好的理解 这个地方 ドキドキ 应该是紧张来的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第三剧情 PB Lab同学 哎 不是 PB Lab同学 是刚才刚做的 是吧 那下一个应该是 做好自己同学 はい どうぞ 是的 这里首先这个 入这个字的读音 在这里应该是 い きに 对 きにいる 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 きにいる是 众意喜欢 称心 称心的 摸的美了 嗯 失望 嗯 是的 是的 がっかり 失望 看他的表情 挺沮丧的 是不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 以前他们在讲 这个きにいる 这个短语的时候 说 比如你去商场 买衣服 你说我喜欢 那个 牛 那个 ジンズ 牛仔裤 但不是所有的 牛仔裤 你都喜欢 是不是 你看中 挑来挑去 哎 就这个相中了 看中了 这个可以说 きにいる 那在这里 是不是我去 买帽子的时候呢 不是 看起来 这个黄色的帽子 一直就是我的 但为什么用きにいる呢 他想说的是 我可能有很多帽子 但我 总是喜欢戴这个 总是喜欢戴这个 一想一看搭配 就觉得戴这个合适 嗯 就是 你在一堆 自己的一堆帽子当中 也是最 最喜欢的是这个 好 那最后的 第四个句子 请幼稚坚同学 どうぞ 这个词 这个词 もう一度 お願いします 好き 是的 kiss就出 就问题就大了 这是什么班级 大家都去 大家都去 kiss kiss是 kiss 接吻 是吧 大家都去 接吻 当然 wagwag 是挺兴奋的 是suki 对吧 那幼稚坚同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寒假 大家一起去旅游 光是想象就 忍不住笑起来 wagwag 是什么心情 就是很开心 很兴奋 很期待 这样的心情 开心的话 可能是玩的过程 可以 那这是一种 期待某件事 而有那种兴奋的心情 很兴奋 我都睡不着觉了 一想到这个 都睡不着了 这样的感觉 那这个练习呢 没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它已经给我们 该用什么 你生你太词了 是不是 那下一个练习题呢 这是需要大家来选择的 这也是我们教科书当中的 一个练习 是综合练习当中的 在课文的综合练习 是196ページ 196 第196页的第4题 这是咱们今天的作业 可以给大家充足的时间 课下你可以选一下 是从方框里边 选择一个合适的 你生你太词 添到那个合适的句子里边 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并且也要 那个看一下前后文 是不是搭配 那刚才因为是 没有让大家选 所以直接做 这个需要选择 需要考虑 所以这是今天的作业 那这是第一个作业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进入 第九课的课文的内容 第九课的课文 首先最上边是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写的是 schedule表 schedule表 那如果我们不看课文 大家 你只看到这个表格 能不能猜到 这个表格是干什么的 schedule表是日程表 对不对 是日程表的意思 能不能看懂这是什么 这是干什么的 对 大家可以用麦克风来说一下 那个刘佳同学 你看这个表格的时候 如果不看课文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表格啊 应该是一个 就是介绍吧 就比如说在旅行社里面的 那个行程的 那个介绍 就一目了然的那种 对 应该跟旅游有关的 是不是 那我有一个问题 最左边这个日 这一数列 这些数字指的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这样的 是的 如果是安排好了 比如像我们这节课 就是一号 二号 三号 但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指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是吧 好 然后这里边 右边这个地方 这个我画方框 这个地方 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 成田发 就是看 从成田出发 那 是什么意思呢 从成田出发的时间 是9点55分 然后到达罗马的时间 是17点20分 就是内容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是这个意思 这个写成 Ki的这个 Ki的这个 叫什么呢 可以怎么说呢 叫 Ki nai shoku Ki nai shoku 可以来介绍 一个这个单词 Ki nai shoku 对 机内食 所以Ki nai shoku 来说的话 中国航空 南方航空 比中国航空 比中国航空差点 大家觉得 哪个好吃呢 我觉得中国航空 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 还是 Ana的更好吃 是 都不好吃 Ana的话 比较好吃 Ana比 Jalu的要好吃 而且 Ana是可以选的 有什么A餐 B餐 这样的 是可以选 然后我觉得Ana的 比较好吃一点 而且样式也多 好 大家也都承认 全日空的好 那下一个同学 李小蕾同学 那这中间都写的 什么什么 Haku 什么什么 Haku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是在那个 Roma Ni TOMARU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嗯 どこどこに TOMARU という意味ですね 嗯 就是说 在那那那 住的意思 是吧 嗯 很好 那还有 这里 第一天和 最后一天 这里边 出现了 什么什么 Ni Te 什么什么 Keyu 什么什么 E 那これは どういう意味 ですか Ni Te D 就是说 D的书面形式 比较正宗的一种说法 Keyu 是经过某个地方的 然后 第一个 他去这个 Roma 这个意思是 Roma 行きます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東京 是 東京 带 是 是的 回到东京 然后去到 Roma 这个意思 大家看这个 住词 就能体会到 这个方向 是不是 还有 Keyu 的话 作为咱们中国人 看漢字 应该是个强项 是吧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 接下来 PB Love 同学 最后的这个 框 在这儿 これはどういう意味 ですか 它是说 下午3点 当时 从Roma 发出的 那个 飞机 第二天 下午2点30 到 成田 机场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好 所以 其实 这个表格 大家可能会会看起来觉得 特别简单 是不是 那么 我想通过这个表格 还没有看课文之前 让大家自己来说说这个表格的意思 就是培养大家什么呢 看表格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既然是表格 就会用到很多书面的东西 既然是书面的东西 出现汉字的几率就比较大 出现汉字 对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就非常简单 哪怕在考试的时候 你不认识这个字怎么读 但是大概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种信息搜索的这种题 信息检索的题 这种阅读题 对大家来说 对中国人来说 都是比较简单的 嗯 好 那我们就正式看一下 这一篇课文 4月1号 2号 3号 これは日記 这是一篇日记 你看到1234 应该是日记 是不是 算是一个旅行的一个日记 那同学们一起合作 把这篇日记来读一下 那既然是四天 咱们就找四位同学 首先阿渝同学 阿渝同学 那请你把第一部分 4月1号这个部分 读一下给我们 好吗 はい どうぞ 5月1号 17時20分 憧れのローマに到着 荷物を受け取って 入国旅行者の人が 無縁に来ているわずだが 見つからない もし 来ない方 と思い 不安になって 時 性能高い男性が ニコニコしながら 4月 行って 聞いて 何か 誰か と思ったら われわれ われわれ われわれを むえに むがえり きたん が いとさん はい そうですね 那 这个 里边呢 刚才有一句话 阿渝同学 这个地方 出现一点问题 这里这个假名呢 不应该读成 わ 因为它是一个 独立的单词 一个我们在初级下输 学过的一个句型 是 なになにはず 对 所以这个不是 きているわずだ 是 は きているはずだ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がんばりましたね うん 好 那 下一个 阿渝同学希望一会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下一个请刘佳同学来读一下4月2号这一段 はい どうぞ 4月2日6時30分起床 今日はローマ市内健康 お土産物屋さんは 私たちの顔を見ると まず ニーハオと呼びかけ たまっていると あにゅはしむにか さらに たまっていると こんにちは 海外旅行に来る東洋人は 中国 韓国 日本の自由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うん 那这里这个沉默这个单词 这个句子我画很线的 刘佳同学可以再读一次吗 たまっていると うん 是的 刚才呢 这个だ 没有读成拙音的哈 可能是读长段的时候就容易忽略 这个たまっている 不是たまっている 如果たまる的话 就变成别的動詞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うん 好 那最后的 4月4号 请小深深同学 どうぞ 4月4日 あの今日は自由行動 レストランに入ったら インタリア語ばっかりが聞こえてきて ちょっと緊張する 随に 日本人なしグループが 行ったので なんとなく ほっとする 軽くお辞儀をすると ニコリ笑って ニホと言った 相手も私たちと同じ気持ちだったなし やはり同じ 東洋人ということで 愛知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是的 那 这就是通篇的这个文章 大家都已经读过了 所以这样的 接下来还是老过句 请同学们 看着这个课文 来听这样五句话 来判断一下 对 错 判断一下 对的话呢 就是丸 错误的话是 罰 仔细的来听 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 一番 第一句 四月二日は 六時半に起きた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丸ですね 大家都说的对 是的 这个句子非常的短 是不是 这个是对的 而且上一次 我们还说过了 从这节课开始 判断的句子呢 我只读一次 不会再读两次了 所以为了让大家 课 就是改掉什么呢 还有第二次机会 这种毛病 因为真正在考试的时候 只读一次 不要再期待第二次 是不是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先告诉大家 在哪个段落出现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句子 会在第一段出现 第一段出现 所以仔细来听 只读一句 这么多同学都说 罰 只有小泳子同学说 丸 还有小鱼同学说 丸 是吧 嗯 好 那这个句子呢 应该是丸 所以要记着点 这句话 应该是丸 一会咱们看看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了 哈 好 那第三个句子 第三个句子出现在 第二段 第二段哈 仔细听 这个应该是 罰 这是大多数同学 都正确了哈 但是量我见同学 和洋同学 说 这句话是错的 好 第二句和第三句 同学们可以记住 这个问题 有出现问题的哈 那第四句话 出现在四月三号 这一段里边 仔细听哈 四月三号 这个段落里边的 1900年以上前 イタリアのローマ時代に ポンペという都市があった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绝大多数同学 选择说这个句子是丸 嗯 これは丸です 这句话确实是正确的 好 再听最后的一句话 最后的一句话呢 当然出现在四月四号 这一小段里边哈 大家仔细的再听一下 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ね restaurantにいた 日本人らしいグループは 日本人だった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嗯 大部分同学选择是罰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最后一句话是罰 是错误的哈 那刚才我读的这几句话呢 就在这个页面上 大家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第一句话没有问题 四月二日は六日半に起きた 这里主要问题出现在什么 起た是起る起床 是不是 可是文章当中用的是起床 能不能听懂 哪个是两个词都是起床哈 第二个句子说 ローマに着くと すでに迎えの人が待っていてくれた 这句话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大部分的同学选择 八字 而且有一个同学还说了 等了一会儿才来 但问题是 我觉得如果说等了一会儿才来的同学 可能是看了这个句子 而且是还真是看错了 为什么 这里是 すでに 不是すぐに わかりますか すでに是什么意思 でも 已经的意思 不是すぐに すぐに是 马上 所以看了的话 反而影响了你哈 不是马上 马上是什么呢 肯定是错了 因为他说 没有马上那个 发现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 那个导游才过来 是不是 嗯 可是这个句子 说的是 すでに 待っていてくれた 嗯 他其实已经在那等了 只不过是什么呀 就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呢 那个 怎么说 也没认出来 可能他还故意想开个玩笑 也许有这样的心情 所以すでに和すぐに 不一样哈 好 第三个句子呢 出现在哪呢 最后的这个地方 嗯 大部分同学选择的是 是正确哈 说这句话是八字 読み上げ物屋さんは こんにちはと言わない 嗯 他 绝对不说こんにちは 他不喜欢日本人 所以他绝对不说こんにちは 不是 最后不是也说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错了哈 第四个句子呢 没有问题 他说的这个句子 就是说 1900年以上前 在这些年之前 有一个叫做 本贝的城市 嗯 所以这是 这是对的 关键是这个数字 要仔细听清楚 数字没有错误哈 最后一个句子说 リストランにいた日本人 らしいグループは日本人だった 问题是 本当に日本人だったんですか 真的最后那个餐厅里边的一桌人是日本人吗 大家看看 在餐厅里边 他觉得有一桌人 很像日本人 然后 怎么打招呼了 对方怎么样 你好 と言った つまり その人たちは そうですね 中国人だったんですよ 嗯 这些人是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 只不过都是亚洲人 可能互相误会了哈 但是同时亚洲人 也有一种什么呀 这是很亲密的感觉哈 嗯 好 那咱们来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来看一下这个句 这个小短文哈 首先第一个部分 四月一号是 四月一号 这个部分呢 请幼稚间同学来读一下 先来读一下 嗯 这是我没有数对哈 这是三句话是不是 不是两句话 对我说读到 我画线的地方 是三句话 那旅行社这个单词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 幼稚间同学 旅行社 旅行社 嗯 不对不对 那个旅呢 是 不是流 嗯 其他同学也注意这个 不是流 是流 流行社 嗯 是的 而且流是短音 哭是长音 要分清楚 流行社 嗯 好 那到这儿为止 幼稚间同学 简单说说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 那个在 十七 四月一号 十七 十七点二十分的时候 嗯 终于到那个 向往已久的龙老了 嗯 那个 在拿到行李 后 马上 就 入国了 然后 嗯 旅行社 的人 嗯 已经 应该已经在那等我了吧 嗯 那 見到没有呢 嗯 但是没看到 嗯 对 没找着 这样的哈 应该是已经在 已经来等 来接我了哈 但没找着 这样的意思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 要问一下幼稚间同学哈 那刚才你读的这个部分 四月一号 也就是 咱们这个上面表格 画蓝色框的这个部分 第一天的这个行程 从哪儿到哪儿 然后几点出发 是不是 嗯 那这里边呢 首先这个 NITE这个地方 是一个住词的用法哈 这个呢 不是问题 刚才同学们已经 也是 刚才是 好像是李小蕾同学解释了 是不是 这个我来直接说一下 这个NITE是什么哈 这个NITE呢 其实是一种 正式用语 正式用语 它其实就相当于 住词的 DE 跟住词这个 DE 是一样一样的 比如这里的例句说 明日大会 大会议室にて 会议を行います 这是咱们书上的一个例句 我用这个例句 只是要告诉大家这里 大会议室这个大 咱们读成大 大会议室 大会议室里面 举行会议哈 第二句话是 でんはにて ご連絡いたします 所以在这里我要问 又只见同学的一个问题是 那个 在大会议室里面 开会 这个にて 换成で的话 是で的哪一个含义呢 嗯 那个 地点 嗯 对 动作发生的场所 对吧 地点哈 那 嗯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 要纠正一下 で呢 最好不要记 它是地点 因为它的点 这种感觉非常的弱 に才是永远是点 而で的话往往是一个空间 是比较立体的哈 那第二个 でんはにてご連絡いたします 这时候的にて 又相当于で的哪一个含义呢 嗯 通过使用对象 嗯 对 方式方法 是不是 就是用筷子吃饭 一样的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非常好 除了这些含义之外 其实 只要是注词で 都可以使用にて来替换 所以咱们下边 警觉着哈 要来做一个练习 这练习就是 请大家 把这个原句当中的で 换成にて 句子非常简单 没有难度 但是呢 同学们 读完了你做的这个句子之后 要告诉我这句子是什么意思 并且在这句话里面的にて 是相当于什么含义 都是咱们学过的 で著词的含义哈 比如例子就是 まず日本国でパリへ行く 变成 日本国にて パリへ参ります 这里的にて表示的就是 用什么样的方式 尤其是指交通工具方面 是不是 那好 请同学们来换一下这个句子 请从谁呢 这个又 又指点 不是 那个PB Love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 第一个句子 好 はい どうぞ はい 什么意思 到那个工厂 用车子参观 那 这里这个 如果你看 用车子是怎么用呢 坐在车子上 嗯 坐在 坐在车子上 谁来开呢 我开 对 所以 可能大家换成了 にて就不会说了 用で的时候就知道 くるまで 我们早就学过 它就是开车的意思 是不是 开车 嗯 那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这个地方 我想问一下 PP Love同学 这句话肯定是个敬语 是尊敬语 还是自迁语 嗯 自迁语 嗯 所以呢 这个句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能不能把它说明白 谁参观 谁开车 我自己开车到工厂 参观 嗯 安内这个词 其实比起参观 这个含义的话 它是给谁谁谁 做向导 领路 引路 这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是谁参观呢 我做向导 让别人参观 对 是这样的意思 很好 那这里的 尼提相当于 得住词的哪一个含义 对 嗯 方式 交通方式 对 对对 方式方法工具 交通工具 是的 我开车带你转一转工厂 我开车 不是转转工厂 这个 工厂 既然是 我开车带你去工厂 就我给你领路 我给你带去 这样的意思 好 好 接下来 第二句 请李小蕾同学 どうぞ 明天的打合 会议室 行 嗯 什么意思呢 明天 明天在会议室 会议室 举行 那个 碰头会 嗯 是的 可以这么说 那这里的 是它的哪一个含义 刚才说了 不是点 动作发生的场所 对 因为 大家要形成的 不光是那个语法知识 要形成一种语感 所以这个 这个注词 是的 空间感非常的强 而 这个注词 才永远是 二维平面上的一个点 所以 是一个空间感的 是这个含义 那 第三个句子 请林巴同学来做一下 嗯 什么意思呢 今天四点钟 闭会 嗯 那 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四点钟 那个闭会的话 啊 我们以前学四点钟 是时间点 对吧 那应该用你啊 那在这里使用 你代替这个 的的话 所表达的应该是什么含义呢 同学们有没有接触过这个呢 嗯 它不是中顿哈 可能 嗯 大家看这个句子 还是会觉得四点结束 什么 不是应该用你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点吗 对 如果要是用你的话 它所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动作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 但是用 的的时候 用的的时候 大家脑子里的那个感觉 要形成一个什么呢 括号 或者说画一个圈 我们每次下课的时候 我经常说的是一句话是什么呢 今日はここで 咱们今天就到这了 今天到这了 为什么我不用ここまで 而是用ここで 这个で是什么呢 就是画一个圈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 往大了说 它相当于限定范围 限定范围 李小蕾同学说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这个で还不一样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这个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这样可以吗 嗯 但是刚才我说的 今日はここで 然后还有今天 よじでへいかいします 今天咱们这会就开到四点 他所说的 还不能相当于时间那个まで 而是说画一个范围 这个圈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 有这方面语感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做到这个月底 我就工作就辞职 我就结束了 比如今天是2月19号 如果我说 今月いっぱいで 今月いっぱいで 辞めます 仕事辞めます 或者说 定年退職します 我就那个退休了 那这里的今月いっぱいで 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到今天 而是说 现在不还没到月底吗 我画这个圈 就画到整个2月 嗯 就是说 做满2月 我就辞职了 我就干到这个月 月底为止 所以这里的时候 也是用で 这个注词 嗯 大家明白了哈 他用在时间上 也可以用で 表示的是画个圈 嗯 那在这里相当于 限定范围 这个含义 好 那这个难为08同学了哈 以前咱们很少 接触这种情况 那第四个句子 请下一个 阿余同学来做一下 どうぞ 阿余同学 嗯 哦 用用邮件来联络 嗯 是的 是这个意思哈 这里的邮件 大家要明白 不是电子邮件 那个邮件 是真真正正的 那个书信方式哈 这种邮政的方式 邮政书信的方式 好 这是第四句话哈 最后的第五句话 请刘佳同学 はい 東急電車 にて かなざわまでまいります 嗯 什么意思 呃 乘坐特快列车 呃 去金泽 嗯 那这里的にて 代替的是 で 哪个含义 那个 嗯 就是交通工具 嗯 非常好 特级电车 这个单词 是有一个猝音的 所以留家同学注意一下 特急電車 特急 这个是一个猝音 嗯 嗯 是的是的 はい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好 刚才大家做这几个句子 做的都很好 通过下边这几个练习 大家就明白了 にて 完全代替で 这个入字 不管它是哪一个含义 都可以 那么我请大家 自行观察的是 左边使用で的时候 比如パリへ行く 右边变成了 パリへまいります 左边是 安内する 右边变成了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左边的地图是 する 右边是 行います 左边是 集会を終える 右边是 閉会いたします 左边是 知らせる 右边是 ご連絡いたします 左边是 行く 右边是 参ります 大家观察 大家观察 不光是 敬语 不敬语 的问题 有一些是 换成了 字迁语 但有一些 你会发现 比如 这个 する 变成了 行います 它不是敬语 但是这个词 用的就更加的 怎么说 这个正式和文雅的词 换了一个说法 还有 集会を終える 也变成了 閉会 这个词 另外 通知呢 也变成了 联络 所以 右边这种说法 是比较正式 比较讲究的说法 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 使用敬语 但换一个单词的话 就会 更上一个档次 高大上的 这种说法 好 那这个大家 自行观察一下 学习一下 那我们回到 刚才的课文当中 还有一个 憧れの 何々 这个憧れ是我们 初期当中学过的 这个憧れの 这个动词 写成憧憬的冲 它呢 可以用去掉 masu的形式 作为名词的部分 来修饰 另一个名词 比如憧れの 的 这里这个 的读成 的指的是 目标 那个憧憬的目标 还有憧憬的 我很憧憬的人 大家知道 憧憬是什么意思吧 就我想成为 他那样的人 这个意思 所以 因为说 翻译成期待 也很不太 不是特别合适 最憧憬的人 是我想以他为目标 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憧憬的地方 我很憧憬 我想去的地方 那这种用法 就是去掉动词的masu 尤其是三类动词 直接使用名词部分呢 用no来修饰 后边的这个名词 这种用法是很常见的 比如下面这个例句就是 李さんの担当のプログラムは 順序に進んでいますか 小李所担当的那个项目 进行的顺利吗 其实担当是三类动词 可以说担当する 李さんが担当しているプログラム 小李正负责的这个项目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他可以直接使用名词 加no的这种方式来修饰 那同学们也可以参考 我们教科书上当中给出的别的 比如 这样的名词 都可以直接用no来修饰的 好 那再接下来的这一句话 刚才同学读完的这一句话 当中这个はず 这个はず是什么意思 它的接续方式是什么 它这个句型的否定形式是什么 这个是思考题 大家先暂且思考一下 一会儿咱们复习到 学习到下一个 下下个段落的时候 把它和这个noだろうが放到一起 然后我再问大家 它的接续是什么 不知道的赶紧查 接续是什么 否定是什么等等 好 那我们先往下读 剩下的这个句子 这个部分呢 请 如果 如果 不安 时 声 の高い男性が ニコニコ しながら 近づいて きで なんて いん 很好 じゃあ簡単に 訳してください 就正想着 想着 可能不来了 有点 不安的时候 有一个 个子很高的男生 就是一边笑着 一边走近 然后好像说了什么东西 是的 是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那这里出现了一个 もしこながったら ともい 就是一种 很习惯的一种说法 什么什么 ともう ともいます 前边呢 只用到了 ただ 什么什么 ただ 他省略了后半句 那 ただ当然就表示 如果 要是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假定的条件 那这个ただ 后边省略的是什么呢 熊君 如果让你来补充 もしこながったら 这地方 他省略的是什么呢 他心里想的是 要是不来的话 那后半句是什么呢 もしこながったら 皆さんわかりますか 如果是你的话 这句话怎么说 嗯 对 该怎么办是吧 该怎么办 怎么说 嗯 是的 どうしたらいい 是的 是的 这个熊君 同学说的 对 どうしよう 咋办呢 咋整啊 这样的 他要是不来 怎么办呢 こながったらどうしよう 但是这个 どうしたらいいの どうしよう 等等 这些都可以省略 所以 もしこながったら 万一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记住 这种结构 什么什么 ただどうもい 他可以表示 万一怎么怎么样 嗯 好 那后来 不安になったとき 这个とき 那这个とき 就我来说一下吧 とき是表示时候 可以接名词的时候呢 当然接no 是不是 那接动词的时候 我想问大家一下 这个とき 接动词的时候 可以接什么形 嗯 是的 简体 是不是 那简体的话 大家就要自行回忆一下 当他接动词的原形和他形 这两种形式的时候 含义可是不太一样的 我可以提示大家一下 那 ご飯を食べるとき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います ご飯を食べたとき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と言います 想起来这组 例句了吗 同样是吃饭的时候 一个说 いただきます 一个说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关键是前面 食べるとき いただきます 食べた 食べたとき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对 一个是什么 那个要做 一个是做完 这样的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 せのたかい 这个地方 せのたかい 的の 请同学们 用打字的方式 告诉我 这个の 还可以换成什么 注词 这个 せのたかい 还可以换成什么 注词 嗯 是的 它应该是有 小主语的 が 来 那个 替换过来的 の 是不是 那这个が 可不可以 用わ来代替呢 嗯 不可以 因为它是 大小主语 某人 个子很高 我们说 小主语 就是大主语 身上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 它的某一方面 这时候 它本身就是小主 大小主语 当中的小主语 是不能用わ的 好 那这里这个 にこにこしながら 刚才 熊まくん同学 说的对 一边 怎么怎么样 要接的是 动词去掉ます 的形式 一边 什么 一边 什么 那 主要动作 如果这两个动作 边唱边跳 没有主次之分 如果是有主次之分的话 主要动作 放在哪 主要动作 放在前边 还是放在后边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比如 テレビを見ながら ご飯を食べます 边看电视 边吃饭 吃饭是重点 应该放在后边 那 在这里呢 近づいてきた 近づいてきて 这里的 てきて 是什么东西呢 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 近づいてきて 这个き てきて 是什么呀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大家真的 记忆力很好 てくる 可以表示 有远即近 渐渐接近过来 可能 可能 这个导游吧 有点想开玩笑的 这种心思 就是什么呢 我们到了国外 看老外 长都一样 但是老外呢 看我们 一看他要接 都是个亚洲团的话 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不是 所以他可能想 开玩笑 对 逗你玩呢 好 那么这个段落当中的 最后一句话 虽然只有一句话 这个请坐好 自己同学来读一下 誰かと思ったら 我々を迎えにきた ガイトさんだった 嗯 好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 那是谁呢 原来是迎接 我们的导游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那这里边 有一个问题 你好 向かえにきた 这个に 这个注词 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就是方向 嗯 ちょっと違います 对 目的 一定要跟着 移动性的动词 表示移动的目的 所以它的后边 肯定是来呀 去呀 回呀 等等 这一类移动性的动词 返回呀 什么的 表示去某地 来某地 返回某地的目的 那这个に注词前面 可以接名词 不用说哈 还可以接什么呢 这个目 该是动词的什么形啊 做好自己同学 嗯 动词的名词形式 嗯 怎么说 去掉ます哈 去掉ます的形式 或者说连用形 对 连用形哈 表示去做什么 所以来接我们的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好 那最后这个句子当中吧 有一个 有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是什么呢 誰かと思ったら 誰かと思ったら 这个呀 咱们一起来看看 嗯 在这 什么什么 かと思ったら 后边的句子 请大家也记住 应该是跟着 过去时的 他形 嗯 ましたでした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这个 ただ 是我们在学习 初级下册的时候 提到的一种 发现 发现 这个发现 这种含义啊 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翻译成 我发现什么 什么 不是 他这个发现的含义 就是由前边 这个动作 引起了什么结果 或者得出了 什么结论 嗯 我们学习 它有四种含义 一个是表示 假定的 如果那末 还有恒常条件的 春天一来花就开 是不是 这是口语体当中 可以的哈 然后另外还可以表示 一种 嗯 是动作在顺序上的承接 那个到了五点 就出发 这不是假定 是五点肯定到 只是告诉你 那个后边的动作 发生在什么时间 就是五点到了 嗯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发现 发现的话呢 就可以说成是 一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 嗯 但不是所有都按照 这个模板来翻译 总之它的含义就是 由前向这个动作 引出了什么什么样的 结论 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句话当中 属于的就是发现 这个含义 就前边你可以继续 简单的理解成 接一个句子 一个疑问句 疑问句 思う是我想 我还我还寻思着 我刚一想 什么什么啊 结果怎么怎么样 嗯 有这样的 得出了什么什么结论 咱们放到具体的例句里边 大家来体会哈 那这个第一个例句说 我还想 这包里放的是什么呀 我还寻思呢 这包里放的是什么呀 啊 结果 是只猫 嗯 所以 我还想 我还寻思 结果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意思 第二个例句是 我还寻思 是谁吃的呢 谁给我的零食吃了呢 啊 是我爸爸呀 原来是爸爸吃的呀 好 第三句 第三句 嗯 也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能翻译成 原来哈 像第三句就是 あの人の自転車の際 サドルが壊れた 这个サドル指的是 自行车上的那个座椅 那人的自行车上的座儿啊 坏了 どうするか どうするのかと思ったら 座らずにそのまま乗っていた 或者说 立ったまま乗っていた 我还寻思 他得咋办呢 结果 他就那么 就不坐着 直接就蹬着就走了 嗯 站着就蹬走了 这自行车 所以他明白 站着蹬车 什么意思 就不坐啊 那坐不是掉了 坏了吗 嗯 所以在这里 你就不能翻译成说 原来是什么什么哈 是 就可以说啊 结果他怎么 我还寻思 他得咋办呢 他该怎么办呢 啊 结果他站着就起跑了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成是 我还以为 我还寻思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结果是什么什么 嗯 所以他就是字面的意思 这个 请同学们记住 他有一个字面的意思 当我们在那个 N2范围之内 复习的时候 会提到这个语法 还有一个 表示瞬间的承接 就是 依旧 依旧 这个意思 那个时候跟 我想 我寻思 没有关系了 首先按照字面的意思 他就是 我以为 我寻思 我还想呢 结果 嗯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最简单的这个含义哈 好 那 这个是我们书上的一个课后练习 これは今日の宿題です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 中脑思考思考 然后 把前面这个句子 改 那个 给出来的背景 然后你根据这一问 一问词 来改写一下 然后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比如例句给的是 背の高い男性が近づいてきた 有一个高高的男生 越来越接近我了 然后一问词给的是 誰 组成了 誰かと思ったら ガイドさんだった 我还行的是谁呀 结果他就是导游啊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用在什么情况呢 不能用于对对方的要求命令等等 它是一种作为第三者的客观描述 你在描述你眼前的一个画面 而且这个应该是发生完的事 所以整体上的句子都要用过去时 描述你过去的一种经历说 我还当时还行怎么怎么回事呢 结果就那样了 所以是一个描述过去的一个画面 不是你自己的那个怎么说 我对别人可以要求 别人可以对我命令 没有 我是一个描述性的句子 好 那这个是作业 大家客厦好好准备一下 下次课我们一起来看哈 那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下一个部分呢 是第二天的这个行程 那请小神神同学来读一下这个段落的 到这儿为止 我画线这个部分为止哈 嗨 多走 水尖同学 嗯 六時三十分 起床 今日は浪漫市内 看过 お土産者さんは 私たちの项を見ると まず 你好と呼びかげ 黙っていると 嗯 嗯 妙 不 心 你 这个不是呼 嗯 对啊 我们一见一见面 然后首先就用那个你好打招呼 嗯 然后 嗯 然后 发现都沉默了 然后又 嗯 那幼稚健同学 我觉得有一个单词影响了你理解这个段落 哪个单词呢 Omiyage Mono-ya-san 这个是指这个店里的人 而不是这个店 所以现在你能不能看懂 到底说话打招呼的人是谁 沉默的人又是谁呢 嗯那个打招呼的是我 然后沉默的是老板 嗯ちょっと違います 如果你到意大利去 那个买礼品买那个纪念品的话 你会到了意大利先说你好吗 我说反了 理解就是说 是谁呢 就是那个礼品店老板 可能一看见亚洲人来了 先说你好 谁沉默了呀 对我们没吱声 没回答 然后呢他就又说 又说了这句话是吧 这里的这个 是我们在初级下次学过的 这里很明显通也不是假定 也是发现这个含义 指的就是由前面的动作 引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得出了什么结论 就是他一看见我们的脸 就先说你好 我们一沉默 结果他又说 你好 这样的 那剩下这4月2号后半部分的这个行程呢 由PP love同学来读一下 好 好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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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海外旅行来的同学人 是中国、韩国、日本、日本人 在哪里 好吗 好 好 好 那就簡單地訳して下さい 如果更加沉默的話 更加沉默了 然後就說那個 こんにちは 嗯 從海外 還是先到這 ちょっと待って下さい 剛才前一句話 黙っている是誰 誰が黙っている 我們 我們 那這裡邊黙っている又是誰呢 我們 所以 因為這裡有一個さらに 是不是 所以同學們千萬別弄反了 這還是我們 我們繼續沉默的話 那こんにちは 誰がこんにちはと言いましたか お土産物屋さん そうですね お土産物屋さん 這個店老闆又說 好 通過這個發生的事 這個作者 他總結出了什麼 他做了一個什麼總結呢 從海外 從海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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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人 就是 亞洲人 到這裡來旅行的 嗯 順序 是 那個就是 人數 就是 中國 韓國 日本 這樣的吧 嗯 那這裡 海外旅行に くる 很明顯 くる 是動詞原型 它應該是一個 什麼句 是個 定語重句 對 修飾後面這個名詞的 定語重句 所以就是 來到海外旅行的 亞洲人 可能是按照 中國 韓國 日本 這個順序吧 意思就是來的最多的就是中國人 其次是韓國人 第三是日本人 同學們可能以前也聽過這樣的 那個說法 不是嗎 那個 外國歐洲的 那些什麼 精品店裡面的人 都會學漢語 都至少能聽懂 這幾句說 多少錢呢 能便宜點不 還有嗎 這樣這幾句漢語 肯定是能聽懂的 嗯 好 那這個是 第二天 4月2號的行程 在這裡出現了一個 NO DARO KA 我想問問 PPLOVE同學 一個問題就是 DARO 是什麼東西 DARO KA 是這一次嗎 嗯 它是一個簡體型 是不是 它不是簡體 它的靜體是什麼 DESHO 是的 可是 這後面還有一卡 是不是 如果連到一起 DESHO KA 是什麼 對 非常好 大家要分清楚 DESHO和DES DESHO KA 是不一樣的 DESHO有推測呀 有強調個人的意見 跟你不一樣啊等等 可是DESHO KA 其實就是DESKA MASKA DESHITAKA MASITAKA MASITAKA等等 這個表示疑問句 它就是一個單純疑問句 所以就意味道 NO DARO KA 和DARO KA 的區別是什麼 就在於有沒有這個NO 如果是沒有NO的話 就是DESHO KA 也就是一個一般 就是普通的疑問句 就是DESKA 這樣的哈 可是加上這個NO 它的語氣有什麼變化呢 NO可以看成就是 NO DES的NO 接續是一樣的 嗯 如果要是那個句子的簡體 然後如果是簡體為DARO KA 可以把這個DARO KA 換成NAR NAR NO DA 它是相當於NO DES 句型初級上次24課的語法 那我們來看 這麼兩個例句 幫大家來區分一下哈 就是 あの二人結婚して幸福になるだろうか 還有 あの二人結婚して幸福になるのだろうか 有這個NO和沒有這個NO 語氣上的區別在於 如果是普通的DARO KA 就是一個疑問句 對不對 那疑問句的話 到底是幸福になる 還是幸福にならない 它對哪一個傾向更強呢 沒有 期待と不安の あいなかばする気持ち あいなかば 這裡的半是ナカ中 一樣的讀音哈 意思就是說 期待和不安 一半一半都有 沒有傾向於哪一邊 可是如果說 あの二人結婚して幸福に 幸福になるのだろうか 有這個NO的話 它是什麼呢 疑いがあり マイナスの時代成立への心配 不安 恐れ 它表達出一種什麼感情呢 就是對那個 它有所懷疑 對於成為那種不好結果的 這種擔心 不安 恐懼 恐慌 也就是說 用這個NOだろうか 有一種 我很擔心 會跟我的期待不一樣 嗯 有這種語氣出現 所以如果沒有NO的話 就那兩個人結婚 會不會幸福呢 可是加了這個NO的話 那兩個人結婚 會不會幸福啊 就是很擔心他們 不會幸福 明白了嗎 那我們再看看下面這兩個例句哈 第二個例句說 嫌われたのだろうか 我是不是被討厭了呀 如果沒有NO就是 我是不是被討厭了 還是沒被討厭 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是個疑問句 可是加上NO就是 我很擔心 我是不是被別人討厭了 第三個例句說 娘が恋人でもできたんだろうか 如果是できただろうか 沒有這個NO的話 那就是我女兒 有沒有交男朋友啊 什麼的呀 這個でも 是列舉同類事物哈 恋人でも 就是男朋友 什麼的 恋人什麼的 嗯 有沒有交的男朋友呢 我也不知道 但加上了這個 就是 哎呀我女兒有沒有交的男朋友啊 我挺擔心的 嗯 所以這種心配不安 恐れ 這種心情能夠表達出來 所以他這樣 NO達到可 和達到可 有點不一樣哈 好 剛才我也提到了說這個 那個哈茲 讓大家查 是不是 讓大家回憶這個哈茲 那我現在想問 李小蕾同學 這個哈茲的接續方式 是什麼呢 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哈茲是接那個 圓形吧 簡體 嗯 簡體和圓形不一樣啊 到底是接哪 嗯 接簡體 如果是名詞和二類形容詞的話 有沒有特殊情況 嗯 名詞的話是接 no has 是這樣的 嗯 二類形容詞呢 二類形容詞是那 嗯 很好 no has 很好 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哈茲達這個句型有沒有否定形式 這我不會 嗯 靜默同學說有 其他同學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因為它的否定形式比較特殊 是不是 hasれwanai 呢 不是 正確答案是 hasがない 是的 或者是這個が可以用強調的 わ這個主詞 hasわない 表示 沒有這種可能性 這個不可能 嗯 所以記住了哈 這個可以在前面接簡體 當然有那一型哈 但是它的否定形式是hasがない 或者hasわない 不是hasれwanai 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但李小蕾同學 關於他的接续 已經回答得非常的好了哈 那如果是hasがない的話 除了剛才所說的 no na 這兩種特殊形式之外 二類形容詞和名詞也可以用 deあるhasがない deある這種形式來代替da はいそうですね 大家關於這個has的接续 回憶了一下 那接下來這個練習題是今天的作業 大家要根據這個句子的情況來 嗯 體會到他這種語氣是有一種 擔心 在里面 還是說一種推測 這個has是應該是什麼 什麼 表示 根據這個客觀的因素來推測 按理說應該是什麼 什麼 是這個含義 所以這個練習題 就讓我們在括號裡選擇 你到底是天noだろうか 還是天has的 嗯 比如例句是 部屋の電気がついているから 多分誰かいるはずだ 多分是大概 那前面這個原因 から這個原因 就是你推測的 你這個房間裡邊的燈是亮著的 所以應該是有人在的 應該有人會在 嗯 那同學們下邊四句話 來選擇一下 那麼課下呢 思考思考 這個也是今天的作業啊 嗯 これも今日の職題 はい 那じゃあ続きまして 下一個部分是比較簡單的 4月3號這很短的一個小段落哈 那 李小蕾同學 剛才只回答了一個問題哈 那你接著來讀一下這個部分吧 嗯 ポンペ ポンペ見学 聖歷 聖歷79年に火山の爆発で埋まってしまったロマ時代の はい 続けてください 1900年以上も昔にこんな立派な都市があった あった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 嗯 很好 那先由李小蕾同學簡單的來翻譯一下這個段落 那個4月3日參觀龐貝古城 這個 因為火山爆發 公元 公元79年 那元79年 由於火山爆發被埋葬的 羅馬時代的都市 在1900年之前 1900年之前 1900年之前 竟然有這樣 這樣古大的那個城市 真是難以置信的 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是的 是這樣的意思哈 那這裡有幾個問題我想問一下阿瑜同學 阿瑜同學 這個畫線里邊 這個句子里邊有個畫線的てしまった 這是什麼意思呢 覺得是不好的結果 嗯 是的 很好 是這個意思哈 嗯 就挺可惜的是不是 有遺憾啊 惋惜啊 惊讶啊 不好的結果 很可惜 哎呀 是被那個火山給爆發給埋住的哈 那這裡這個 火山の爆発で 這個で呢 很明顯是原因是不是 由於火山爆發而被埋住的哈 還有一個問題這個信じられない 信じられない 信じられない 這是什麼詞的什麼變形呢 讓人無法相信就是 呃 死意 然後 然後 然後還有 未然 嗯 那 未然說的對 這是ない嘛 是不是 但是死意呢 不太對 它沒有 你是根據這個翻譯出來的含義 但沒有根據這個動詞本身的形狀 這動詞的原型是信じる 你再看一下信じる和信じられる的區別 不能相信 嗯 那是什麼什麼變化呀 可能太 是的 可能太可能動詞的變化很好 不能相信信じられない 是不能相信的意思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好 那這裡出現一個這個 何々なんて 這是一個很小的語法 我想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哈 何々なんて 這個なんて 它可以接一個句子的簡體 可以接一個句子的簡體 其中 名詞和二類形容詞的簡體為 答的時候這個答是可以省略的 它就相當於など 這個なんて是など的口語體 也就是說 何々のようなものは 就是 像這樣的東西 嗯 那我們一般就翻譯成什麼的 嗯 那個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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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嗯 這個含義哈 就相當於など的口語體 當然 它有表示輕蔑的語氣 可是 並不是所有情況都是輕蔑 也有的時候是有驚訝呀 或者是 有感叹呢 讚叹呢 這樣的也都有 不過它可以用來表示輕蔑 這個なんて 在這裡咱們現在講到的是 など的一個口語體 可是以後大家還會接触到 它也相當於什麼呢 就是 などと言う 在表示別人的言語的時候 也可以相當於 などと言う 說是什麼什麼 句說是什麼什麼 嗯 所以這個以後大家看到別的句子的時候 我再給大家提出來哈 但今天咱們看到的這個なんて 就是直接接什麼呢 不是別人的言語 不是別人的言語 哈 不是句說 而是就是簡單的列句 然後加一個什麼的 比如咱們看看具體的例句 第一個例句說 家族揃って海外旅行だなんて 羨ましいですね 哎呀 家人一起揃って 這裡揃う 聚到一起哈 全家人聚集起來去 國外旅行什麼的 真羨慕啊 那第二句 台風が来るのに 今から出かけるなんて 命を捨てに行く ようなものだ 或者也可以說 死に行くようなものだ 那這裡說 明明是台風要來 現在還要出去 這就是送死啊 是啊 命を捨てに行く 就是去送命是吧 死に行く 簡直就像送命一樣啊 ようなものだ 那在這句話當中 它是用在什麼場景呢 描述 用來說別人 你看他 你看他 這不是作死嗎 就是說別人的時候 但是下面這個句子說的是什麼呢 台風が来るのに 今から出かけるなんて 死ぬつもり 這個是想給大家補充一個口语里 經常說 什麼什麼つもり 什麼什麼つもりですか 你是要找死嗎 你作死嗎 這是直接問對方的時候 你是要打算要死嗎 嗯 是這樣的 死ぬつもり 所以這兩句話 雖然是都用到的是なんて 但是用到的場合不一樣 一個是描述別人 他去找死 找死去 然後一個說 你要找死嗎 這樣的哈 好 那下一句話說 あなたに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なんて 実にひどい男子だ 對你竟然說那麼過分的話 那人真是太差勁的男人了 実に咱們學過的是 とてもひじょうに 非常的意思哈 最後一個例句說 納豆なんてこんな臭いものから もう二度と食べない 納豆這麼臭的東西 我再不吃第二次了 這個就是納豆 這個粘粘粘粘的這個東西哈 嗯 這裡就有一種清滅的語氣在裡邊了 是不是 還有剛才對你說這麼過分的話 這也是有一種清滅的語氣 所以我們說它不是所有的時候都用於清滅 但有的時候有這種語氣 大家要體會出來哈 這個是納豆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看一下最後的一個部分 請大家再忍耐一下哈 最後的一個部分呢 嗯 阿瑜同學剛才只回答問題了 所以現在請你來讀一下這個部分的 欸都第一第二第二兩句話 讀到這個畫線部分這可以嗎 嗯 嗯 很好哈 那到這為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嗯 今天是自由行動 然後進去的那個餐廳之後 就近視聽到那些 啊近視聽到意大利語 所以有點緊張 嗯 はいそうですね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阿瑜同學 這個ばっかり是 嗯 接什麼呢 接續是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句子 ばっかり之後接什麼嗎 嗯 前邊它的接續方式是接什麼詞 什麼形 名詞 嗯 是的 這裡很明顯意大利亞語 嗯 那個意大利語是不是 接名詞哈 那除了可以接名詞 還有沒有可以接別的詞的時候呢 嗯 這個有點 這問題確實有點難了哈 可能記憶力不好的同學就想不起來了 這個ばっかり可以直接接名詞 也可以接 てばっかりいる 這樣的形式 就前面接動詞的て形 接在動詞上 表示光是做某個動作 嗯 那接名詞的話光是重複這個名詞 但是接動詞的話 てばっかりいる 可以表示的是也是光做什麼什麼 靜是做什麼什麼 它表示的不是數量極少 而是表示什麼呢 這個種類太單一 重複重複重複也光是重複這一樣 嗯 所以這個ばっかりてばっかりいる 是在這個同樣含義上哈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芥末的芥末同學給我們打出來哈 有他ばっかりです 那阿瑜同學你能不能記得 如果前面接了動詞的他形的話 他又又表示什麼含義呢 嗯 好 沒關係哈 那我來提醒大家一下 同學們想不起來可以複習初級下策 學過的知識 如果在ばっかりです 前面接的是動詞的他形的話 是在初級下策第40課學到的 同一課我們學了他ばっかり 他ところだ 表示剛剛做完 但是他ところです 是實際意義上真正的剛剛做完 不能超過一天哈 但是他ばっかりです 可以是心理上的 比如我去年剛來的 但這個絕對時間上來說 這不算剛剛了 可是對自我感覺上 那個心理上的 我去年剛來的 我是十年前才結婚的等等哈 這樣的心情 好 這個ばっかり 接不同的形式 有不同的含義 在初級里面 咱們只學了這兩個方面的含義哈 另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在這兒 聞こえてきて 聞こえてきて 這個てきて 又是什麼呢 阿瑜同學 嗯 這好幾個動詞 他都是什麼什麼きて 容易弄混哈 同學們一起來混一下 聽聽我讀的 然後大家說 都是分別是哪個動詞 比如說 きて 應該是什麼呀 きて 是哪個詞 嗯是的 きて是長音 有問和聽的意思 是不是 大家聽這個 きて きて 嗯 這就是切這個詞 切呀 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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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 那這裡的きて 是什麼呀 對 是來 是來這個詞 這跟剛才課文當中出現的那個てくる 什麼什麼 過來 是一樣的 剛才不是第一天是那個導遊 ちかついてきて 漸漸走過來 這個意思 是不是 那這裡這個聽過來 又是什麼意思呢 同樣的這個結構在初級下策的時候遇到過 大家還記得這個畫面嗎 就是 孫剛從日本來到北京工作 然後大家呢 去那個機場接他 然後他坐著那個車從機場往北京市內走的話 漸漸接近北京市內 對 還有就是 當孫和老陳去上海出差的時候 老陳說 快看到上海的那個中心地帶了 也是見得きて 是不是 漸漸看見了 雖然移動的是我們 但是你的視覺畫面好像是他離你越來越近 這個景物離你越來越近 這時候可以用見得きて 嗯 那這裡同樣的是 聞こえてきて 雖然是我們進到商場 進到那個那個餐廳裡邊去 但是那個聲音好像是離我們越來越近 這是有一種参照物的改變的 換一個角度來說這個参照物哈 嗯 好 那接下來的這個部分呢 請下一位同學 林巴同學來幫我們讀一下 讀到這個 哎 我畫竖線的這個地方哈 はい どうぞ 隅に日本人らしい 太老夫 がいたので 何となく ホッとする 嗯 はい 軽くお授業 すると にっこり笑って 你好 と言った うん 好 じゃあここまで じゃあ簡単に訳してください 突然覺得 有日本人 日本人 有日本人的疫情 現在 然後 就 感覺輕鬆了 嗯 然後 然後我輕輕的 呃 激功 嗯 激功 之後 他們就 笑著 說 你好 嗯 很好 是這個意思 這個誰做了哪個動作 林巴同學翻譯得很正確哈 就是 嗯 因為那個 有點不安嘛 光聽到意大利語 是不是 那可是哎 你一看角落裡邊有日本人 ラシ 這裡這個ラシ 08同學給我們解釋一下是什麼呢 像日王言一樣 嗯 所以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 這個作者 他自己的心理 認定對方是日本人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 ラシ必須得是這個東西 還有典型特徵 才能用ラシ 說明說話人 他當時認定對方就是日本人 哎 一看就是日本人 在那個角落裡邊坐著有一群 然後 啊 他就放心了 然後還有 這裡的頭跟我們剛才說的一樣 這個動作引起了後面的結果和結論哈 好 那麼輕輕的鞠躬 其實一說到 かどくおじぎ 其實就我們說的 稍微點個頭 嗯 點個 稍微點個頭 結果 對方一笑說的是 你好 嗯 所以 是不是日本人呢 違いますね 不是日本人哈 好 那麼最後的這個部分 咱們請下一個劉佳同學 來讀一下最後的一個部分 對方和我們好像也有同樣的心情 嗯 畢竟還是 呃 畢竟還是都是 呃 呃 東東方人 呃 或許有些相同之處吧 嗯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這裡邊出現的這個らし 又是什麼呢 劉佳同學給我們解釋一下 是表示的是 呃 好像 就是一種推測的語氣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在這裡是應該推測哈 哈那除了這個推測之外 らし一共三個含義吧 第三個含義還有什麼含義 呃 典型性 典型性剛才說了日本籍らし 嗯 傳聞 對 還可以表示傳聞 句說聽說 對不對 嗯 はい 真好哈 那らし的接句方式要接句子的簡體 但是有搭的時候要把這個搭去掉哈 這是らし 那整篇課我們咱們就分析完了哈 不過最後的一個句子 由於時間的關係 咱們今天不能講的那麼仔細 但是最後一個句子 等到下節課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補充 有這麼一個句型 就是ものがある 看起來好像直接翻譯成有相通之處就行了 但是實際上這個ものがある 確實是一個N2級別範圍之內的一個句型 那下節課我會給大家再講解一下這個句型 它是比較簡單 字面意思能理解的一個句型哈 請大家記住這一點 那我再重複一遍 咱們今天的作業是什麼呢 大家還記得嗎 作業第一個作業是 我還心思著什麼什麼 我還以為什麼什麼 這個課後練習 然後第二個作業是 這個 來選擇天空的一個練習 那還有 前面還有嗎 看一下 一個練習 然後這個 Noだろう和はず 啊 そうですね 你生詞 你生理太詞的一個練習 你生理太詞的一個練習 嗯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的這個 ばかり的練習 這個ばかり呢 也是一個簡單的替換 但是這裡邊關鍵是後半句 後半句有一個 還是這個 聞こえてくる 還有這個 怎麼說 它和那個 見えてくる 類似的這種表達 希望大家能夠熟悉一下 所以今天一共是四個作業 今天有四個作業 大家別忘了做 然後下節課 我還會再把這個ものがある 這個句型 再給大家補充一下 那今天咱們課上的作業 就是這些了 最後我再補充幾句話 跟我們書上的語法 什麼的無關 就是意大利 大家不知道喜歡 喜不喜歡意大利 那個 我很喜歡意大利 這是我 我最想去的 原因是什麼 我們估計同學們能猜到 美味物がいっぱいあるから 因為有好多好吃的 チーズとか ビサとか 什麼パスタとか 很多好吃的東西 是不是 然後我以前聽說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法國人一聽到就是浪漫的代名詞 是不是 浪漫幾個 但是真正我認識那個 法國人的朋友告訴我說 法國人其實一點都不浪漫 但是傳那個傳聞說 其實意大利人更加浪漫 為什麼呢 因為我聽說過這樣的說法 就是在意大利 比如坐電梯的時候 電梯裡面有一個女的 然後這時候上電梯一個男的的話 那麼這個男的如果不跟這個女的說話 就是覺得有點不禮貌 而且這個說什麼內容呢 這男的肯定要跟這女的搭訕 就是哎呀你那個今天能不能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 你有沒有時間那個咱們一起去吃個飯等等 就這種搭訕明白嗎 但是他不是真心要約這個人 只是如果不這麼說好像不尊重女性 所以看看起來就是本那個本性裡邊 骨子裡邊這個意大利的男人好像都是挺風流替躺的哈 所以如果看到女的這樣的情況不跟她搭訕 好像是有點不好意思不夠禮貌 所以為了禮貌要故意跟女人跟意大利的女的搭訕 所以這一點來說的話 就是意大利人比那個法國人還要浪漫哈 這是我聽說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今天咱們就到這兒了 那同學們 sitten 皆さん їх也要真的很辛苦 到處 有請 cultu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